Hallow 各位股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们又见面了 当然最近马股是比较疲软了 你可以看到今天 马股整体又是下跌的一天 KLCI跌了9.34 在1632.63 然后下跌的Counter今天高达700家 上涨的只有341个 所以今天马股又是红红的一片 那么好 今天这个视频 是来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EV电动车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 首先EV电动车 应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东西 就是汽车 它不是用PETRO 这个汽油燃油来启动的 它是靠充电 Charging 然后就是Charge它的电池Battery 然后它是以这个电力Battery来 来作为它汽车跑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能源 OK 这就是EV电动车 手电动车 之前 这个趋势 之前一度是去到很凶 如果我没有记错2021年 那时候Tesla的股价 应该是2021年年底的时候 那段期间 Tesla的股价一度去到历史新高 OK 非常夸张 然后那时候啊市场关于Tesla的看法是非常非常的Bullish 他们认为Tesla可能会颠覆整个汽车行业 然后那时候很多人就说 可能不久这个EV电动车可以取代油车 OK 就是跑PETRO的车 目前啊三年之后啊OK 很多人已经改变这个看法了 然后我本身我也是觉得啦 这个EV电动车应该它不会取代油车 OK 它不会取代 因为其实啊电动车有它本身啊 目前来看啊 它本身一些固有的缺点 然后油车也有它本身一些固有的优点 OK 所以我是觉得 啊你说电动车会完全期待啊油车的话 目前来看是啊不可能啊 那么好啊电动车它目前是遇到什么困难 那么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发现 啊 EV的这个charging station啊 其实是很limited现在 就是你不容易找到一个充电的地方 当然啊虽然是说政府是要推这个EV啦 OK 然后也说哎可能五年后十年后 我们要做多少多少新的charging station 所以目前啊缺乏这个充电桩啊这个charging的这个station 对于EV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想如果你驾你在市区驾可能还比较好 但是如果因为你的车有时候也是要去啊比较偏远 可能比较郊外的一些地方 那么你就怕万一驾到一半 我的battery就low back了 OK就要死火了 没有charge那个电那么要怎么办 所以这个充电桩的一个缺少是它一个致命商 再来就是它的battery的这个成本 目前来看电动车电池的成本还是偏高了 OK还没有完全的降下来 所以如果battery坏掉的话 对于电动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因为除非它是有提供什么所谓的保修期 还是一些之类的一些承诺 OK一些warranty 要不然你单单你如果自掏腰包买这个电池的话 那个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对于电动车而言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电动车目前它的demand 已经不像可能两三年前那么凶了 OK会比较慢 这个现象当然不止在马来西亚 OK是全球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全球对于这个eb电动车的demand 其实已经放慢了下来 然后之前我在网上也是看到 有人就说了 其实蛮多这个eb的owner 就是买了电动车的一些人 OK一部分人啊 他们其实是后悔 他们觉得哎呀买错这个eb我应该买油车 然后这群人其实这个占比不在于小数 OK其实是蛮大一部分人他们后悔 因为啊缺点 看来说了啦 就是你很难这个充电桩 charging station 就算你有的话 如果很多eb牌都要charge的话 那么你等待的时间又是一个问题 在那边OK 然后啊目前在啊马来西亚的市场 当然我们还是以油车为主啦 OK 当然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啊 现在eb电动车的这个价钱还是偏高 因为油车的话啊 我们当然很容易啦 如果你要买新的一辆油车 可能4万多5万哈 你就可以买全新的一辆 不过如果你要买eb电动车的话 啊起步价都是10多万啊 目前这个在马来西亚的行情 然后啊 当然有一些人他们还是啊 可能一些年轻人啊 他们还是喜欢买 他们还是觉得要试一下eb啦 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啊 ROM95的津贴可能很快就会废除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燃油津贴的合理化 这个啊政府之前 已经策划了很久啊 然后应该很快会推动 然后再加上当然eb电动车是比较环保的 OK 它不会排除一些废弃 所以之前有人就采访啊 一些要买车的人 有差不多25%的买车的人啊 他们可能会愿意尝试这个电动车 但是另外有高达啊40%的人 他们说啊对比eve啦 他们更喜欢油车了 OK 所以这40%的人应该啊 可能他们也看到网上的一些review 啊网上的一些comment啊 最后他们还是觉得买油车会比较安全 OK比较环保啦 因为啊其实你电动车如果烧起来起火的话 也是比较麻烦 OK 那个火在啊 你可以看新闻报导啊 之前一些Tesla啊 不明原因起火 然后这个火是很难啊铺灭啦 因为eve这个电动车它的电池啊 一旦起火的话是非常难铺灭的哈 不像油车了 OK 所以有啊40%的人 他们还是希望买油车 然后只有啊20%的人 他们可能会尝试买混合 hybrid 的一些车了 OK 所以除了charging station 现在很少的一个问题之外啊 然后eve还有一个大问题啊 就是它的续航的能力 啊普通的油车 我们知道啊 如果你是驾petrol的车 啊你打帮你的这个油箱之后啊 啊你可能可以连续驾一个400多到500km的一个路程 但是如果你是买eve电动车的话 很可能 OK 尤其是你这个eve 如果已经用了一两年之后啊 啊很可能他在那个啊 啊estimate的那个啊路程啊就是说你还你的电池 charge到满的时候啊他跟你说还可以跑300多还是400km 可是真正你去跑了之后可能只有200还是200多km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行驶的路程哦 ok 所以这个啊续航的能力啊也是让很多啊车主感到不满的哦 啊他们就说哎为什么你的荧幕显示可以跑一个300多400km 然后到最后我真正跑的时候只有200多km而已 那么当然这个现象可能在一些啊特别冷的一些地方啊可能在北欧啊还是在北美还是在俄罗斯哈那些比较冷的一些国家啊可能情况会更复杂 啊ok因为气候的关系啊在一些很冷的地方啊他们要charge他们的电池还是续航能力方面啊可能还会遇到一些啊在热带不一样的一些问题了 ok所续航的能力也是啊电动车eve的一个致命商啊目前的科技来看ok 除非未来他们可以克服了所以啊种种的原因了你可以看到其实eve电动车你要普及化的话啊其实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咯 ok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好现在我们来看tesla哦那么tesla最新的一个数据啊他在今年第三季度的交车量他在今年啊特瓜特他是交了啊 啊462890辆车了ok so这个啊数目对比去年yoy是有成长了ok对比去年他的交车的数量是啊增加了6.4% 但是你还是比他们的expectations少了1000多辆了ok 那么当然啊tesla这个交车量的这个啊不如预期的消息一下出来 啊你可以看到他的股价就啊马上有反应了ok然后啊很多啊 啊analyst哦这个啊股票的一些分析师他们也可能下调 对于tesla未来的一个展望啊然后当然tesla在今年第一 跟第二季度他的交车量对比往年是下滑的一个趋势 这就啊不奇怪啦像上半年你可以看到tesla的股价也是比较疲软 那其实tesla自己也是很诚实的跟他的股东交代ok tesla已经啊warning你了啊他说今年他们交车数量的这个growth啊成长力对于往年啊将会是下滑的一年啊ok 2024年他的成长力会显著的下滑然后他们也面对很激烈的竞争啊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的eve电动车来势汹汹啊中国的车厂啊电动车厂是很疯狂的哈他们啊不管demand到底怎样他们还是使命开马全力去生产他们的电动车 然后他啊中国最出名的这个啊车电动车当然是byd byd当然啊来势汹汹啦因为他旗下有很多啊价钱方面对比特斯拉都是占有优势的啊比如说他的这个啊海鸥 他的一些入门机的电动车啊其实在啊中国那边已经卖的非常非常的便宜啊之前我上 上网看他啊比亚迪最入门的一辆电动车在中国大陆好像只要几万人民币你就能买到啦ok最basic的一个model 所以这对于特斯拉来讲啊当然是不好啦因为特斯拉可能他们的价钱还是有一些premium啊在他们的一些车型 所以特斯拉现在也是要跟你聘这个入门机啊他的啊他的老板Elon Musk已经宣布他们在明年这个啊 这个啊first half啊2025年上半年啊他们就会开始量产他们所谓比较affordable的一个车款啊ok啊当然他们主要要应对啊中国便宜电动车的一个竞争啊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特斯拉当然他的股价就啊很难回到之前的巅峰啊就是种种不利的因素在那边 然后我们来看韩国的电动车最近也是出了状况啊因为最近韩国那边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啊发生了三期啊 啊EB电动车燃烧啊自然的一个事件ok就是啊突然间那个EB电动车自己烧火啊燃烧起来了 ok这是非常危险的哈因为你的人啊来不及逃跑的话就会烧死在车里面 所以你可以发现啊韩国的政府当然就啊就很重视了他们就规定说哎未来所以在韩国卖的这个EB电动车啊你必须要很detail的公开你的车的 这个Bad 3的一些资料ok包括这个Bad 3的来源啊随身产的然后什么质量有没有保佣 Warranty这些东西你都要很透明化啊ok在韩国那边 so啊 啊当然发生了这个啊韩国啊电动车燃烧的事件之后啊ok就啊影响了当地啊韩国人对电动车的这个信心啊ok 然后也造成了那边的人对于EB电动车的一个购买的欲望也是有所下降 然后就造成也造成他们二手EB电动车的这个挂牌销售的登记突然间暴震了 就是啊很多人可能害怕我会不会是下一个我的电动车自己烧火起来 他们就要赶快脱手在二手车的市场ok他们的电动车 甚至连啊可能一些韩国他们本地的一些车厂当然他们也是有一些啊自己的电动车的一个车型啊ok在韩国 所在电动车也面对退订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一些人可能之前book了要买电动车的现在也cancel了ok 就是害怕咯啊当然不止烧火的问题我相信韩国人也是知道 啊这个你要找charging station也是比较难然后啊续航电力方面的问题等等等哈然后电池的一个成本啊 啊种种的问题都让他们打退堂股哈ok就啊放缓这个需求放缓的一个现象在韩国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讲了那么多我们再回来看啊马股有一家公司就是genetic technology ok 那么genetic之前啊应该两三年前吧一度他的股价去到很高ok那时候很高哦 当然啊genetic最为人所知道的就是他之前ok应该是三年前吧他就啊宣布哈他们就拿到了EV电动车电池啊供应的一个啊order ok 啊手消息一下出来然后之前有人传是拿到tesla的order啦我不懂啊 啊在genetic的agm有没有得到证实了ok之前市场传言是tesla他拿到 但你看啊genetic的年报的话如果你看他的地理位置的一个revenue 你可以发现啊美国占了他的收入45%啊然后欧洲也占了33% 所以欧美的市场对于genetic啊他占了他的收入的78%啊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啊一个比例在那边 so啊就是因为之前传出他拿到tesla的单啊然后 当然最后业绩出来也证明啊他的业绩确实是啊增长的非常快 so一度他的股价就飙高到很凶哈genetic 他的业绩高峰其实是两年前啊2022年9月份的一个业绩 就是他的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23年 so那个季度啊他的revenue收入高达7066万 啊他的net profit是净利啊2506万啊就是2500多万啊两年前业绩高峰 然后他最新的业绩就是今年6月份的啊4th quarter financial 24年啊 当然是回调的业绩啦这个季度最新的他的revenue收入只有5149万啊 啊 net profit正啊他的net profit两年前比跌了59%哈 这个季度net profit只有1016万啊 so啊业绩跌了这么多啊两年的时间他的净利跌了59%啊 啊这就不奇怪了哈 为什么genetic最近股价那么疲软跌了那么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然后当然市场啊之前也传言啊就是说哎 他的tesla的订单好像放慢了啦OK 当然好像我有在网上看到一些人comment 他的电动车EB的订单没有cancel啦可能只是delay咯 OK就跟手套公司一样啦他的手套的订单 可能要明年是后年啊一个delay之前出现的一个状况啊 就啊可能类似发生在genetic他的订单delay的一个情形 so这个消息如果一下出来被证实的话肯定他的股价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啦OK so genetic股价是down trend在今年哈 然后你看他最新的QR季度报告他的他们是说啊要等到啊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哈 就是11月5号他们会投票啊已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来了 然后他是说啊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啊情形才会比较明朗化啦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到底特朗普还是这个哈里斯卡玛拉会赢啊两个人哈 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对待EB的政策应该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在那边 所以到时候啊genetic的订单的这个啊visibility啊这个可见度可能才会比较确定啊 目前还是比较uncertain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也让啊投资者感到害怕担心哈啊 哎他的订单到底有还是没有几时会到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不过最核心的应该是啊电动车目前全球需求放缓啊 啊确实是影响到他的业务 然后是一个啊蛮大的影响啦 因为业绩上直接反映出来两年他的net profit跌了59%的一个事实了 ok 这就是啊今天简单的聊一聊 EB啊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整个展望对于这个啊当然 马股里面靠EB吃饭的公司不止genetic也是蛮多啊蛮多家的啦 我可以想到的啦还有像D&O ok等等等等非常多的一个公司 不奇怪啊最近相关的公司股价都会有所疲软 我相信原因也是其中一个啊 EB这个demand在放缓当中 so啊简单的分享绝对没有buy or sell的建议 ok最重要还是disclaimer那四个字啊买卖支付 啊你看完视频之后如果你觉得不错啊 记得把它like和share出去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啊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哦 以便能够以去快速收到啊新视频的通知啊 就要感谢大家花时间收看 我们再会拜拜